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電子時報的社長黃清勇 今天是 第二集針對 中美貿易大戰半導體可能帶來的影響 來跟大家做一個適當的分析跟探索 我想中國有一句老話 就是貨福相宜 是福還是貨不知道 但always 有福就有貨 有貨也可能有福 在中美貿易大戰中美互咬的過程當中 台灣在中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想利用十幾個 段落的節目跟大家 依序議題來跟大家探討 我所看到的半導體產業最新的一些變化 但是做這個分析的時候其實它難度非常的高 因為半導體橫掛了各個不同的領域 它很難一氣呵成比如說我連續講三個小時 跟大家講解說我所看到的市場的需求大概長什麼樣子 電腦有多大手機有多大 網通設備怎麼變化 我想等我講清楚的 大家眼睛都花了我想也不太可能這樣做 所以我必須把它分段 一段一段跟大家講解我所看到的世界 跟我所 認為的產業的變化的大的趨勢 另外從供給端我們也必須了解 從最上游的細緻財的買賣 到封測到通路 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流通 但是時間卻很短 所以台灣在中間 很有效率的整合或者是 串連所有的價值這件事情 在全世界的人類史上面 它也是個很少見的非常成功的案例 那我希望在未來十幾個不同的節目裡面跟大家探索每一次大概用12到15分鐘 讓觀眾們 可以慢慢的理解 結構性的理解 我想這是 這不完全屬於產業分析的層次跟水平 我只是希望 因為我從36年前開始做個人電腦的研究一直到現在手機 全球的布局 像我去過中國大陸上百個程序 那當然我在美國也住過在韓國也住過韓國話講的也不錯 像這個都是我在做全球分析的時候 非常有 有特殊的一些優勢 那我從個人電腦一路講到手機講到現在的車聯網 我希望 這麼多年的研究的經驗 能夠用公正中立的角度 他沒有藍綠的問題 也沒有統獨的考慮 我只是一個產業分析師 讓大家從非技術性的角度 去理解去研判我們可能面對的世界 但因為他是影音的節目他也許有一些極限 比如說有時候 我也可能赤螺絲 此不達意 大家也不要介意 另外 數字上面也可能相互影響 因為 各個不同的市場調查公司他們的專長其實不太一樣的 那我也希望說 讓大家 盡可能的 可以用一個看得懂的角度 他結構化的角度來跟大家分享 我所看到的世界 但是我想在 整個進入產業分析的層次之前 我想跟大家先探索一個問題 大家同不同意 資本主義跟共產主義 即將進入一個對決的新回合 這個說法其實是我有一次聽到我們國發會的主委 前國發會的主委陳天枝 陳教授他做了一個報告 他說 共產主義跟資本主義最大的差異是資本主義強調私有財產權 共產主義 是資產國有 這兩個是最大的不同 他大概只講了這個 陳天枝教授他本身大學的時候念的是台大電機系的 他最後是台大經濟系的教授因為他最後念的經濟學的博士 台灣跟大陸有一點很不一樣就是 台灣有一些非常精英非常聰明的人 他們認為說 我為什麼一定要照著舊的路走 所以有人走的是非常不一樣的這條路 我認識很多台大電機系畢業的朋友 包括除了陳天枝他從電機轉到經濟學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叫秦培雄 他台大電機只念了一年他說電機太小了 他要去念土木 他會來念台大城鄉所 Berkeley去念經濟 我還有一個好朋友也是台大電機系畢業的 他是Florida的電機博士 但他做了 資訊電子業做了十幾二十年 他有一天 他突然說我想回家了他就跑到台中 去協助小農去發展智慧農業 每個人的想法不太一樣 但是 陳天枝教授他在講這句話 資本主義跟共產主義最大的不同的時候 我馬上聯想什麼 我馬上聯想說 如果數據 是21世紀 經營的命脈的話 數據是國有的 我們怎麼去區隔 共產主義跟資本主義之間的差異跟 不同呢 所以第一個我剛才談到說 資本主義的背後是私有財產權的問題 共產主義非常強調數據國有 所以我開始想像一下 Tesla在中國大陸跑出來的 投資 那些數據的資料或蘋果的手機的數據資料 到底是屬於蘋果的Tesla的 還是屬於 國家的甚至是個人的 這中間有很多的爭議跟 認知的差異 這樣的認知差異就造成了 這兩個世界裡面在運用這些 數據資料的時候他的方法不太一樣 比如說 在 日本 韓國 台灣 美國 歐洲 這些國家 所謂的自由國家裡面民主國家裡面 他們非常強調 數據可以跨境移動 但是為了保有你的隱私 可以接受你用 虛名制的方法 來交換訊息 他可以 不負責顏則 中國大陸 這樣的共產國家 因為他是採取使命管理他需要知道 到底誰在用這個網路 他 可以無限的擷取 比如說 我跟我的同事或者跟某一個好朋友如果搭飛機到上海 下飛機以後 如果 政府擷取我們兩個資訊做適當的比對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有意義因為所有的數據都是國家的 所以這兩個就不太一樣 數據專屬 禁止跨境因為他 他的數據他認為說這是我中國的 你美國人不能用日本人不能用 他可以這樣定義 所以這個就 背後就會牽涉到 資本主義的社會 他必須更快的多元創新 而共產主義的國家 他只需要導入這些 事業的經營模式在自己的國家創新就可以 中國大陸又取了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就是他有14億人 14億人交叉出來的網域創造出來的網路市場的價值 其實是非常高的 所以大陸的阿里巴巴可以看Amazon怎麼做 那百度可以看Google怎麼做 他就可以適當的找出自己的運作的模式 再以自己國內的市場來帶動產業的發展 所以大陸過去的 很多年 這種模式其實非常有效的 所以我們也知道 全世界 到去年年底為止的時候有506家 獨角獸的公司 這506家裡面有 49%是來自美國 24%來自中國 意思是說 中國跟美國這兩個擁有全世界 最龐大的經濟地還有人口結構的國家 在發展 網路產業的時候他有非常獨到的優勢 所以如果我們 用另外一角度來思考 我們的數據 也許沒有掌握在國家手上但是我們的數據是掌握在網路巨擘的手上 因為 Facebook跟Google完全知道我們大概做了哪些事情 這些資料的擷取甚至包括影片照片的擷取 這些國家這些網路巨擘他有很大的發言權跟 跟主導權 這也是為什麼澳洲政府在 2021年的時候 抗議 臉書跟Google拿走太多 澳洲市場廣告導致100多家媒體 倒閉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因素 在中國大陸國進民退 中國大陸他可以決定 哪些公司可以參與 下一個世代的角逐 因為他透過資源的分配就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 一旦我們這些創業的公司 希望建立共享的平台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中國大陸是一個 被獨佔的市場 所以我常常開玩笑說 全世界Internet市場只有兩個 一個叫China一個叫Beyond China 中國之外是另外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市場 那 在歐美世界包括自由 亞洲這些國家 他的資訊基本上是全球共享 所以就會牽涉到我們以前常常開玩笑講共產主義 就是 你的資料是我的我的資料還是我的 所以在數據的資料的分配上面 西方的世界會出現全球共享 而共產世界裡面它就會出現獨佔的問題 如果我們再把它縮小一點 我們知道說 挪威的主權基金 沙烏地阿拉伯的主權基金 這些國家的主權基金 在台灣在日本韓國都扮演非常活躍的角色 如果將來我們希望吸引資本市場的關注的話 那意識形態 也許也是非常 主導勝敗關鍵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必須對這行業開始有一些理解 因為這牽涉到 價值觀的問題所以美國發現說 過去 縱容中國大陸有很多 自由操作的方法其實對 自由世界這些國家 事實上造成一些不公平 所以他們從2019年 5月份開始就實施的貿易制裁 第一個階段就制裁華為等68家的企業 他們在貿易上面受到很多的限制 2020年開始甚至 實施技術上的制裁 他管控28家 包括具有人工智慧超級電腦這些企業 跟美國之間的往來 最後呢 他可能會採取的是生態系的管控 包括管控33家尖端技術的企業 在美國的活動等等 像 美國認為說這樣才能 回到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 這個對中國大陸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打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華為在過去的市場戰友率特別在今年開始 2021年開始 他會有一個很大的滑坡 這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來自 美國的技術制裁跟貿易上面的牽制 因為這樣子我們就開始出現一個問題 第一島鏈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台灣這些地方你就開始 開始考慮到 如何在中美對抗的時候 選邊站 是要選邊站還是兩邊都不選 韓國的總統文在寅說 不是只有選邊站這樣的問題 中美兩邊他兩個都要 但是 做得到嗎 其實我覺得難度很高但是 講起來容易做起來很困難 日本台灣 能夠只選 美國嗎也很難 這個背後會牽涉到說 我能不能創造出更新的價值 所以大家知道印太戰略為什麼變成現在大家 共同探討的主題因為沿著 印度太平洋地區的人口 多達22億 如果我們了解印度有將近14億人 如果再把孟加拉巴基斯坦 甚至 鄰近的斯里安卡全部 算進去 南亞的國家就有16億 如果再把中東地區 特別是包括 回教徒 回教徒全市只有15億人 我們怎麼去理解 這個市場 將來在全球市場當中所扮演可能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們知道 未來印太地區 除了 在國防戰略上面是一個兵家必勝之地之外 那因為他的人口因為年輕的人口因為大量的人口 這中間也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制衡 中國大陸崛起 美國制衡中國大陸崛起非常重要的手段跟 跟後面的市場的眾生 因為 過去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從美國回來台灣參加 國家級的政策討論的這些專家很多人都說 美國沒有科技政策 但是我們知道 兩年前 川普政府在他的白宮的網站上面提到說 5G先進製造人工智慧跟量子技術 將會是決定美國未來的四大關鍵技術 他們也呼籲美國的企業繼續支持美國政府 才能繼續維持領先的地位 最近 在今年二月份的時候白宮的行政命令 就是 在拜登 真正接手 白宮以後提出了一些看法 說美國要重新掌握 供應鏈而是四大供應鏈大家關鍵的重點就是半導體 車用的大電池還有稀土 藥品等等不同的領域 美國正在檢討 他可以控制的供應鏈以及跟合作夥伴做更深度的對話 來掌握全世界可能的變化 我們也都知道中國會不會用稀土來作為 防制 美國給他壓力的武器呢 目前我們很明顯看得到 中國是處於手勢的 暫時我認為他們不會用稀土來作為武器 以保留雙方可能的談判攻堅但是從這張圖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地資局的調查 全世界的稀土有58% 是在中國大陸的 美國只有16% 另外還有一個國家大家也注意到了吧 最近鬧得很兇的緬甸 緬甸也貢獻了全世界13% 所以大家可以去理解 稀土有可能變成下一個 大家非常爭主的焦點 除此之外 美國或 西方世界的這些國家試著把藥品學民藥很多它的材料 生產機體分散開來 所以這個最得利的可能是印度 然後去中國的話 顯然已經成為西方世界的共識 中國怎麼回應呢 這些都是我們在下個階段裡面 必須探討的問題 中國回應的方法 基本上 你大概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中國有所謂 產經雙循環的一個大藍圖 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建構一個國內的大循環 它用5G的基礎建設 來帶動消費市場 來建構自己的 自主的技術 同時 也提供一些產業升級的條件 那這個最後的目的當然還是希望出口 出口 背後有進口的材料設備然後建構成商品加工的過程 它希望這兩個循環一個是國內大循環 來驅動國際的大循環 那背後呢 背後是什麼背後是資金 人才的養成 技術的引進 設備材料 對中國大陸來講 未來三五年 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年度 他們能不能成為世界級的霸權國家 三五年之內跟美國之間的拉扯 到底誰能夠取得領先的地位 我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必須觀察的部分